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一个史诗级的大作 也是让全世界都开始在讨论 那它已经是连续两天 在Steam上面的在线人数都突破了220万 我们跟大家讲 8月20号上线那一天 在线人数是220万 而昨天又刷新了记录 昨天是235万人在当猴哥 就235万人在线这个最高记录 又再度刷新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中国大陆的首款3A游戏 什么叫做3A游戏呢 就是高质量 高体量 高成本 这样子叫做3A 那它到底有多高质量 我们真的让大家来看一下 这段预告片有多细腻 是善人多还是恶人多 这是善人多 那为何这世道从未太平 天命人 天命天命 乖乖听老天命令 气不老不死 名字取得到怪传神 大家可以看到这画面是非常的丝滑 而且它的所有的乐器都是用中国传统的乐器来配乐的 甚至是他们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家的一个团队来制作 然后来填词 都是填上这个包含了一些中国文化底蕴的一些词句 所以我们看一下 现在目前的销量已经是突破450万份了 现在目前估计至少可以到千万 销售可以到千万套 甚至到两千万套 是这样目前市场预估的一个数字 那不只是新华社报道 连央视所有的官媒 全部都在关注这个现象级的一个产品 因为等于是中国大陆 等于是划时代的一个拐点 他们已经可以做得出这样子称霸世界的3A级游戏了 那制作成本呢 当初是预估大概是4.5亿人民币左右 也就是20亿台币 但是依照现在目前销售450万套来算的话 应该这个销售额已经达到68亿台币 也就是说一天就回本了 所以这个大制作真的也是让大家这么的关注 就连中国大陆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也被问到了这一个问题 人家去问了毛宁 毛宁就说这是中国文化吸引力的展现 我们来听一听 The video game Black Mist Wukong has taken the gaming world by storm since its debut on Tuesday impressing players with its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Would the foreign ministry consider the game an ambassador for China And what broader diplomatic gains would you expect from this development 我不了解电子游戏 但是感谢你让我关注到这款游戏 从名字看这款游戏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 我想这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 对其实他就是现在目前黑神话悟空 就是等于在各平台都是霸榜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光是黑神话悟空这个关键词 在微博的阅读量就达到了23.2亿 而且Steam上面也突破了同时在线人数 这是235万人这样的一个在线记录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美日韩很多的玩家是觉得一片叫好 也有利票的玩家是破防了 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赢过我们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日韩好像他们玩家就给的评价比较低 因为过去我们知道 日本的话有Sony跟任天堂这个制霸 他们就是在游戏产业里面单机游戏 好像是他们的天下 那韩国来说的话是线上游戏制霸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是慢慢的你说腾讯也好 或者是这一次的游戏科学也好 它好像已经展现出来单机游戏跟线上游戏 这样的一个综合式的一个组合拳的一个态势 所以你拿这样的一个产品出来 就让日本的一个玩家跟韩国的玩家 就好像就是给他们的这个评价 就是给你一个83或是79% 那所以大陆的网友在讲说 习有日本任天堂跟PS韩国线上游戏 但是今天被超越之后 已经让他们破防了 可是还有很多的这个新的这个抖音也好 短影音也好 现在只要挂上黑神话悟空 都是这个流量的一个展现 所以大家在开始纷纷的直播也好 或者是开箱也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外国的这个等于说玩家 他收到了限量版的这种实体豪华版的黑神话悟空 他就打开来之后就说 哇里面有非常精美的这样的一个纪念版的一个图片 然后甚至还有这个这个紧箍咒 还有一些相关的纪念品 现在都已经是在市场上一个难求 已经全面的寿庆 还有这样的戒指啊项链 他还戴上了这个紧箍咒来拍照 所以这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衍生性的一个风潮了 那再来我们看看黑神话悟空其实在这个游戏登上这个 等于说正式发售之前 在国外的一些游戏的网站或者是国外的媒体 都刻意给他分数好像低一点 但现在这个魔兽世界团体的这个原负责人 他玩过了之后他就很生气 他觉得说你们这些游戏记者吗 这是去他差的 然后他就说你们根本就是在进行敲诈跟抹黑黑神话悟空 刻意平那么低分让很多可能游戏迷会错过那么精彩的游戏 所以他还替黑神话悟空打抱不平 那连高盛你看金融机构都跳出来讲 他说呢他们这次看黑神话悟空的这一个目前的反馈 大概保守估计可以至少卖出 在Steam上面可以卖出1200万份 如果再加上这个PS5的话 整体来说他预估可以卖到2000万份 也就是说收入可以超过50亿人民币这样的一个数字 所以看起来这个销量是还在这个持续上升 他说这叫做中国主机游戏的一个转折点 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黑神话悟空的制作人 现在其实大家也翻出来说他一些相关的一些专访 还有他这一阵子也开始陆续有在各平台接受转访 他就讲说期待是用世界级的水准来讲一个中国的故事 这个冯济他就讲说我们能不能也做到 在绝对的品质上技术上跟图像标准上 做出一个世界级的水准来把这个中国的故事讲出去了 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大陆的网友们 他们就有在有一番话 他们那一番话就是说呢 以前是玩在埃及当刺客在异世界当魔猎人 然后还有就是在世界各国都当了一些英雄 这一回我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当猴哥了 真是他们感觉好像终于能够展现中国自信了 那还有这个黑神话难道是一个终点吗 就是一这个昙花一现吗 其实不是哦 现在传出还有三部曲 就是他们已经游戏科学注册了 还有江子牙以及黑神话江子牙 还有黑神话钟馗 所以不只有悟空哦 可能会有三部曲的出现 那很多人现在开始在跟这个黑神话悟空里面的这个制作团队 就游戏科学的员工想要去挖角 然后员工都纷纷挂上说这个招聘勿扰 因为他们希望跟这个黑神话团队继续来打这一场仗 继续来破圈在全世界王炸哦 所以现在还有很多的产业链也都一起都带动了 比方说像是显卡很多显卡品牌 像NVIDIA联想啊都开始说我们要推出一个联名款的显卡 因为必须要有高规格的显卡才跑得动这么3A级的游戏 还有相关的取景点的门票啊 销售暴涨300%流量也是暴增哦 所以整体来带动了所有这个黑神话悟空的这个经济学跟效应了 我们来先问一下介老师 介老师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中国的这个产品找到一个好的方向 就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结合了 当然这个产品它不是只有它的故事讲得好 它这个本身的制作也是高技术 这个公司其实有一百多人 它就是专门设计这个软体啊 花了很大的功夫啊 那它这个除了它的构想是很新颖的 从中国的文化里面找到这个素材啊 那它本身的这个设计啊 这个产品本的品质也是非常的高 这是两者缺一不可啦 那当然它走出来的话 第一个大概就是说 就是说对中国的用户跟西方用户 这个故事非常非常新颖 有吸引力 然后制作的认真就变成 它这些很多这个景都是到实地去取景的 对 这个这个过程中 然后它的主题音乐啊 里面的用词啊 对摆啊 那都不是 都是有很深厚的专业 专业的投入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产品啊 那不过最让大家比较就是说 发到一个中国未来产品的方向 就是说在中国的这个 这个传统文化啊 里面找素材 它不是只有它的 没有地理范围的限制 因为这 这个游戏一出来以后 国外的销售也非常好啊 对 它没有受到文化的因素的显现 我看它的制作人也特别讲到了 就是说它制作人叫冯济 他也说基本上 他说这个东西 包括故事也是一个在台 最重要它内涵要打动到 人的中心是一种文化的内核 就最后它这个文化里面 有一些价值 有一些精神的存在 那这个其实就是说 所有的艺术的展现 包括文学 音乐 还有历史啊什么 你都要有文化的内核 那我想就是说 西游记 就我们了解中国的文化来讲 它只是 众多有文化内核的这种 这种 这种所谓的这种 故事里面中间之一啊 我看它要去挖掘江子牙 要去中奎 我想会源源不绝 那我想这一波成功以后 因为有人上看 它是500亿人民币的生意 可能非常高 那我想最后一定会有一阵热潮 就是以中国文化的这个 为核心的这种 电玩会纷纷出现 那到最后又会怎么样 会产生一个内卷很厉害的 一个情况 可是我对内卷我不反对 我觉得就是中间啊 最后一定是精华 能够留下来 那赵博就是被淘汰啊 那不过这里面就是说 我觉得有两个 大的客观环境 第一个就是科技的水准 中国已经相当不错了 然后对于这种啊 小公司自己独自啊 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做到这个程度 你也觉得中国大陆这个发展 这种产业的整个的配套 已经蛮完整的了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中国大陆最近几年啊 这个政治的主题 就发扬文化自信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落实 那么文化要在现当代的社会里面 被当代的人接受 拥抱 喜欢 才重要 对 要不然永远是少数的 这个走进千家万户的这个 这个做法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也就是说 中国的故事 中国的音乐 中国的风景 借由这样的一个3A级大作 文化输出 文化出圈了 我们来问一下李将军 你知道什么叫3A吗 这3A就是三个A嘛 就像是我们在这个银行界里面 有这个评级 这个企业它的信用等级来讲 3A代表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说 你的制作成本 最起码四个亿以上 第二个 你这个开发出来的时间 它这套东西 其实我们不要看到人家成功 要看人家背后留了多少血汗在里面 它总共从2018年立案到现在 将近6年的时间 才做出来这套系统 那你知道 它总共为了设计这套游戏软体 它花了多少钱吗 它一个小时的费用 就1500万人民币 到2000万人民币 也就是说 估计来讲的话 它制作这套成本 光设计这个软体来讲的话 就将近4亿的人民币来制作成功 所以会有这么好一个效果 那我觉得它吸引人在什么地方 它吸引人就是 它是用第三人的视角 就是我去看 然后单人模式 就看到孙悟空在那边 这个过关斩将 一关一关 一关一关的过关 然后你选择不同的关 你会有不同的一个结果 那我觉得最厉害 这让我们压抑的是说 它居然在第一天 它就回本了 然后这套上架时间是8月20号 今天是22号 所以才两天的时间 它已经 这个成本已经赚回来 后续来讲就是它赚的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设计这种游戏 这么大的一个成本 就有点像在拍好莱坞的电影 你可能花了成本很多 但是你不见得可以 获得这么大的一个获益 成本不见得可以回收回来 也有很多 可能这个公司就垮掉了 也有可能 那我觉得冯继来讲 他对自己充满了自信 然后可以花这么多钱 用这么多的人力 花这么长的时间设计出来一套 这种游戏软体 然后获得这么好的一个回响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但我觉得目前来讲 我们当然不要光看到 它说是卖了多少 现在来讲 有一个叫做猴子经济 昨天开始出来的名字 黑猴经济 我们都知道前阵子大陆 有一个很有名的咖啡 叫瑞幸咖啡 当然它比星巴克 等级要稍微低一点 不要评价化了 以前我记得 我在我们大白话里面 还讨论过 说瑞幸咖啡 加了茅台酒以后 大家很有幸福感 就是点一杯瑞幸咖啡 有喝到那种高贵的茅台酒 那瑞幸咖啡就跟他联名了 他现在推出一转 一款咖啡叫做什么 叫做黑神话腾云 因为孙永空腾云家务 黑神话腾云美式黑咖啡 哇 你看这个名字一推出来 听说他瑞幸公司卖的有多好 昨天推出来第一天 他们公司整个傻眼 因为卖的比十个复兴节卖的成绩都要好 就男生会去买 比十个复兴节成绩要好 因为他有送资料夹 那我觉得后续来讲的话 可能很多公司的联名 包括三西五台三的旅游 各方面来讲都会整个带动这种风气 这是后续我们可以看到 带动的一个整个一个经济成长 不只是光一个游戏而已 好来请教杨老师 我自己好久没有玩单机游戏了 这个悟空会让我想再去试试看 不过我偶尔会玩手游 比如说像是皇室战争 偶尔会玩 所以这个玩游戏已经变成一个 现代人生活的一个调剂 甚至是他整个很重要的 休闲生活的一部分 不是只有年轻人专属 不是只有你专属 这个宅宣 所以我来帮毛宁回答问题 或者他想怎么回答 因为他作为一个外交部发言 他有的时候不好意思直接讲 但作为一个学者 我来帮他回答 这就是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我们就叫soft power 什么叫软实力 也就是说 这个它不是军事经济的层面的 这种硬性的这种数字的 但是它是透过文化 然后渐进的影响 但是要很多重要的因素 你要有文化的内涵 这个最重要 我们看看这些游戏 日本最夯的其实是三国 三国是哪一个国家的文化 对不对 当然你说日本也有三国的文化 但是韩国做出来什么游戏呢 美国做出来什么游戏 美国现在那些英雄的电影 你还想看吗 是不是 你还看得下去吗 它的文化的创意跟这种思维 它已经掏空了 那中国呢 不要说西游记 还可以做三国 不只是这个中奎 那还有红楼梦也可以啊 你不要忘记女性玩家 对不对 某某这些东西都在 这个中国的文化神话里面 都可以去 甚至是仙侠 那市场 我们讲文化人士 你要文化的这些来源 然后你要有市场 那中国大陆的市场 就已经引导全球了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要有什么 创意跟执行力 也就是说 他花了六年的时间 把它做出来 那是一个要大资本 技术 创意 其实还有这种很重要 不是现在流行的躺评论 不是流行在什么工作 跟生活玩乐之间的平衡 而是这些人 真的是全心全意 投入24小时在工作的人 那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说中美之间的经济科技 现在又加了一个文化的竞争 从我们的观点 看到这个层面 过去台湾的这些影剧 歌唱都很流行 我做个新闻局长 我们做很多补助 那个时候会补助 像是鸡排英雄 或者是赛德克巴莱 那不像现在 去搞一个什么零日攻击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来自于文化市场创意的结合的 文化软实力 我跟各位保证 中国在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发展 跟影响 现在才开始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 这个俄乌现在目前的战争 乌克兰竟然已经打到了莫斯科 这当时在开战的初期 我们听到很多的绿媒 或者是说美国的媒体讲说 乌克兰非常强 可以打莫斯科 现在真的出现打莫斯科状况 不过是用无人机 这是俄乌战争以来 可能是最大规模 这样的一个无人机 去袭击莫斯科 至少11架无人机 对莫斯科发动了攻击 那也就是 从2022年2月战争开始以来 对于就是俄罗斯的首都 发动最大的一次无人机的袭击 那我们也看一下 这个乌克兰 他们无人机还袭击了一些 这些油库 所以造成了一些这种火灾 那发生了这种大火 看到现场浓浓的黑烟直窜天际 那还另外 这个英国的媒体也讲说 乌克兰攻这个库尔斯科 其实有三大目标 就是要打乱乌东的攻势 来影响俄罗斯的一些民心 那最后的目标 也是说要可以交换土地 那所以现在看起来 只是为了说 接下来的谈判 能够更加的有筹码 来跟俄罗斯进行更多的谈判 就是我拿 我现在占领的地方 来跟你交换 可是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的学者讲 其实对于乌克兰来说 虽然你现在已经攻到了库尔斯科 但是你要长期有效的控制 这个恐怕是有点难的 你不具有这种长期控制的能力 那俄罗斯也不太可能 会跟乌克兰进行土地交换 最终乌克兰可能就是 自己知难而退 等于说你自己挑衅起了 这个俄罗斯进行了一场恶战 那也有一些讲法是 其实俄罗斯 时间是站在俄罗斯那一边 俄罗斯现在就是 等待天气越来越冷 一到了冬天的时候 其实就是他们攻势来临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 迎面是在俄罗斯那一边 所以现在可能 它是以一种 就以静制动的方式 来看待乌克兰的攻击 就是我跟你用时间来好 看你乌克兰能够这样 占你这块区域多久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中俄的关系的升温 就是普京接见了李强 然后也提到说 10月份的金砖峰会 会跟习近平来见面 那李强有提到说 中俄两国领导人 在战略的引领下 其实现在目前 就是在高水平之上 来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两国在各领域都持续地 展现强大的任性 稳步向前 朴县也提到 就俄中两国未来多年 将会有更多 大规模的一些合作计划 10月份的时候 两人又要再相见了 那目前中俄的铁路 货物量是年增30% 也就是说现在 越来越密切 越来越紧密 这样子的一些贸易也好 这个货物往来 甚至还有 以物易物的一个方式 都出现了 因为他们现在 打算就是一些 比方农业的交易 可能会在2024年 开始进行一些以物易物 也就是说 我等于说避开一些 什么金流方面的 这种交换 我直接说 我的这个农产品 跟你的那些货品 来做一些 像以物易物的 这种交换方式 所以看得出来 两国的这种 贸易往来 是越来越 绑得越紧密了 那另外俄罗斯的专家 讲说 其实中俄加强关系 那展现出来的就是 不屈服于西方的压力 连中国大陆的 国务院副总理 何立峰也提到了 它其实就是体现出 两国现在关系的特殊性 那之所以要这么做 就是要对抗 美国的这种 好像霸权主义 那现在应该是要 多中心世界来形成 然后限制美国 这样的一个 全球性的霸权主义 那印度呢 其实也是 因为马上要金砖峰会 它可能也很 怕自己在金砖里面 越来越被边缘化 因为它好像希望说 也能够跟西方保持关系 也同样能够跟俄罗斯保持关系 所以它现在呢 有一个出访的行程 莫迪打算今天要 启程前往波兰 然后23号的时候 再从波兰进入到乌克兰 进行第一次的访问 那就说要呼吁恢复和平 那可是呢 在俄乌战争期间 大家就是一直在 针对俄罗斯你的态度 就说你跟 就是针对印度啦 你跟俄罗斯的关系也是很好 那你到底对乌克兰是如何呢 所以它好像一直处于一种 就模糊的一个态势 那印度跟俄罗斯 他们其实从冷战时期开始 就是保持十分密切的关系 俄罗斯也是印度主要的 武器供应国之一 所以哪怕西方国家 它平常都是 跟着西方国家一起 好像站在中国大陆的对立面 可是对于俄罗斯 它好像始终都没有表态 说去谴责 那他可能也是想要借由说 我去访问了乌克兰 我去走到了 这个泽伦斯基这边 来呼吁和平 来展现一下 我也是这个可以平衡一下 我不是站在俄罗斯那一边的 好像就有这样的一个目的性 那我们先来问一下 借老师 借老师怎么看 其实这一次这个无人机攻击 这个俄罗斯那边记录 一共是45架吃 45架 那打莫斯科的一共11架 莫斯科市长出来 亲自开议记者会 他说全部击落 那其他的那个 剩下来的差不多是34架 就是针对不同地方的 大概在一段时间里面 一起对俄罗斯发动攻击 那基本上没有造成太大的伤亡 对 而且这个就是说 无人机攻击 在过去半年老早就很多了 那么对于 主要是针对俄罗斯的这个炼油设施 还有这个机场 什么 他就石油斩获了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其实这次俄罗斯战争 在无人机的使用上 无人艇的使用上 这个量跟值都大量在提高 那对于莫斯科的攻击的话 事实上的话 这个在战争开始没有多久的时候也有 还有一架飞机曾经快飞到这个克林武林宫的上 这个上空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不是一个新的 而是一直都有存在的 那现在就是一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比较在这次整个战局发展 比较大的转变就是他的陆军部队直接要越过俄乌边界 乌克兰的陆军部队直接直接往俄罗斯的这个领土里面进军了 不过现在这个进军 库斯克这个地方也都停止了 对现在已经双方已经处合焊接又已经开始了 那这个普丁前两天去了一个地方叫车臣 然后在车臣他讲了 他要车臣部队进去打这个乌克兰的军队 也就是侵入到俄罗斯领土的这个部分 那我也思考一下为什么找车臣部队 因为车臣部队是善于面对面的正面的格斗 短兵相接 那事实上乌军这次进入俄罗斯 一百一千两百五十平方公里的土地的时候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采取了一个措施 就把平民都撤出来 大概撤了十一万人 十一万平民 因为这整个州也不过才一百多万人 所以就十一万人已经撤了十分之一 差不多就跟这块土地 是这个州 库斯克州的这个 大概的二十五分之一而已 所以就撤了 人都撤完了 那剩下我想基本上 他没有大规模的这个 集结在一个核心来对决的感觉 他是乌军进去的时候也是分散 大概三十五公里 六十公里宽的 六十五公里宽所有的这个平面 他全面的这样 这个小股部队小股部队进去了 所以现在我看这个 可能就是说对俄罗斯来讲 普丁是希望车臣部队进去 打这种面对面的小股的这种 面对面的这种肉搏战 那么对这个环境 对建物造成的伤害是最小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件事情我看到了 这个其实俄罗斯的战略顶礼蛮强的 所以没有因为这件乌军进入到俄罗斯事件 哇好像这个手脚慌乱的好像没有 不过就是说现在大家所关心的就是说 现在进入俄罗斯领土这一万多 乌克兰部队最后的命运是什么 我觉得才是关切的重点 请调将军 我跟你讲乌克兰这次打到库斯克尔 大概全军会全部被全迁在俄罗斯的领土境内 第一个我从现在这个双方的态势来看的话 我们刚刚看到所占领的面积 一万一千四百五十平方公里 可是它的长度深度只有三十公里 也就是说它宽但是不深 可是你知道作战来讲最重要的 为什么它宽而不深 就是它补给点没办法往前面推 所以如果说是我们要继续直取攻击目标的话 直取心脏地区来讲的话 我的后勤部队要跟着我的战斗部队 一直持续往前面推进 我才可以做得到 所以它现在来讲 等于说是在它的补给点 还是在乌克兰自己国土境内 那我们来讲按照军事准则来讲的话 每天你预补能力大概才三十公里 也就是说它大概只能往前面推三十公里 它没有办法 后勤设施没办法往前面推的话 你的攻击部队就没办法向前载 大概也就是这个宽度而已 第二个我特别要讲 它为什么要炸油库 炸油库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关键的事情 就是说如果说乌克兰有心 要继续直取莫斯科来讲的话 它应该要保留这个油库 我们讲说一句很简单的话 就是因补于敌 将来我作战的时候 我希望能够占领这个油库 取得这个用油 尤其他这次进去的部队 都是机甲部队 也就是吃油吃很凶的部队 那他为什么要把俄罗斯的油库炸掉 就是他第一个 他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再往前推 但是他之后他很担心俄国的反扑 所以他把俄国的油库炸掉 让俄罗斯的反击部队的战车 用油要减少 那他又炸了三条桥 炸了三条桥 就是延缓俄军的攻势 一条桥 比如说我一天来讲的话 可以运100吨的后勤的物质 包括弹药 包括油料 包括食物 那我三条桥给你炸掉以后 你大概一天就少运300吨 但是俄罗斯还有别的桥可以运 他可以搭设人工浮桥 所以他不管是炸油库 或炸这个桥梁 或者他现在攻击的这种双方的接触线 我个人的研判是现在这个地方 陷于泥沼里面动弹不得 他撤回来也不对 可是我觉得最严重的一件事情 是在顿刺客这个地方 顿内刺客这个地方来讲 他现在纽约镇已经丢掉了 已经彻底被占领了 那红军村大概剩下没有几公里 红军村是一个 乌克兰来讲是一个运输 或者是他部队转运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那如果说这个红军村也丢掉的话 我们用军事术语讲 就是他没有回转的空间了 他北部部队掉下来也没有用 就算是他这个 库尔克斯这边部队转过来的话也没有用 所以我研判他很可能两面被夹击 我研判可能今年冬天可能这场战争 这个泽伦斯基就要say goodbye 好来请教杨老师 其实到底为什么乌克兰要做这个动作 北约知不知道 北约有没有参与 我觉得以上的答案都是这个yes 那为什么乌克兰做这个动作呢 那有三种说法 这个三种说法现在都不成立 第一个是唯位救兆 他希望俄罗斯能够把乌冬的部队能够往上移 减少乌冬的压力 那显然 那普京没有上当 第二个他希望说用土地换土地 我占你这个俄罗斯土地 我换回就是乌冬的土地 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选举结束之后 这个战争面临可能强大的压力 要进行这个谈判 不管是直接谈判还是建计谈判 所以土地换土地 那真的想得太美了 俄罗斯绝对不会去接受这样一个动作 那第三个就是扩大战线 那扩大战线会对谁有利 大家都知道 现在基本上这一万两千人在这个里面 炸了三座桥 对不起 那边有四十九座桥 对不对 只不过是绕远一点 然后呢 也就是说在这个区域 根本就没什么大的城市 那个小部落都不能算村庄 那种所谓聚集的聚集点 几栋房子在一起 连村庄都不算是 那没有7-11的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个占领 有什么用 被俄罗斯最后包饺子 这有没有像是最后挣扎 有没有像是回光返照 对不对 因为他就是要寻求说 也许我也可以攻打俄罗斯 来寻求一个就是士气的增长 或者是政治上的这种斩获 可是你能守得下去吗 接下来呢 对不对 战争如何结束呢 所以我是觉得相对于在普丁这边 他就老神在在 那十分的淡定 因此当李强去的时候呢 李强去是第一个 大家中俄之间的总理会谈 这是持续很多年 这个不能断 也不会断 那第二个是 在这个时间点 库斯克的这个议题 并没有影响到俄罗斯的整个 整体的战略 或者是对乌克兰的战争 那第三个呢 中俄关系 还是两国的重中之重 所以呢 我觉得其实从这里就了解啊 俄罗斯根本不在乎 这个情况的发展 他觉得他可以掌控 因为毕竟 那个真的只是俄罗斯领土的 百千分之四的 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面积 那至于说最后 那个印度的莫迪啊 哎呀 我觉得就算了吧 他真的是来蹭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就要忙回来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 现在中美新一波的 这个战略攻防 美国又开始有新的一个指控 就说 这个美国的空军42场 它其实是一个顶尖的 先进航太开发 尤其是高机密的 军事专案中心 那他们最近又讲了 讲了会声会影 就说 好像感觉到有一波 神秘的无人机入侵 因为我们知道 前一阵子不是美国 想要对中国大陆 进行一些制裁吗 就是想要 禁止这个大疆迈过来 结果后来发现 不行 如果大疆不过来的话 他们连那个高山 都飞不上去 如果要搜救飞不上去 所以现在显现出来 无人机最强的制造国度 就是中国大陆 那他现在就开始 反过来讲说 你这个无人机开始 潜入到我们的这个42场 开始又有这种 中国威胁论出现 那这42场是洛克希德 马丁著名的这个臭佑工厂 那他其实在 NASA也在当地 也有试飞中心 新型的B21突袭者 隐形轰炸机 就是在这边诞生的 所以美国说 我们现在高度重视 这边相关设施的安全性 那他们在报道里面 还会声会演讲说 有一名中国大陆的留学生 承认 根据这个间谍法的指控 他使用无人机 在维吉尼亚州多个造船厂 来收集美国海军舰艇的一些图像 那这个事情好像就 又把它讲成说 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牵着牵着好像就牵到说 是中国的威胁 那可是中国大陆 真的会这么做吗 就是真的有需要这么做吗 你看看 其实一直以来 他们就像是那一个 那种什么间谍气球 这样的一个翻版一样 他们讲说 中国大陆的网民 疑似航拍去拍了 横须鹤港的初云号 那日本的防卫省分析说 这个短片可能不是造假 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一些平台 影音平台里面 就有这个初云号 在这边停破的一些短片 那拍摄角度 是从初云号的正上方辅拍 拍摄者还标志 我开飞机降落在日本的航母 那后来现在这个影片 已经被移除了 那防卫省认为说 这个应该是 无人机入侵初云号上空来拍摄 所以就是会声会影讲说 曾经就有过这种事情 然后另外呢 他们也讲 有上百名这个中国大陆的人呢 试图进入到美军基地 还有人潜水进去 有人说是在找饭店 那美国的公安就感觉到说 遭受到威胁 去年有超过百名中国人 企图要潜入美军的基地 反正呢 就是一直要告诉你说 中国大陆都有这样的意图 然后营造一种 这种全球性的一个氛围 认知作战嘛 所以现在开始再套用 再套用 就新的一直套用到这个套路里面 好像也不奇怪了 这就是这个用制造共识 制造舆论 认知战的一种方式嘛 那再来看一下 贺锦丽对于中方的态度 你看到这个民主党的大会 结果不是前一阵子 一直在进TikTok吗 然后这次大会上面 邀请来了200个 什么人呢 就是TikTok上面的网红 有200多位网红 他想说太妙了 这民主党在做什么呀 你们不是前一阵子 就是一直在针对 这个TikTok要限制吗 然后竟然最后找来了 200多位TikTok的网红 说要来助力这场政治大秀 昔日寒静 现在却是邀请来参与 那我们看到 柯林顿也在拳代会上面 有提到 他说两天前我78岁啦 那我是我们家族 四代中最年长的人 那我想表达的是 其实哪怕我78岁 我还是比起川普年轻 那不只是前总统柯林顿 就美国前总统柯林顿 来助力 欧巴马也是京剧联发 他现在把Yes we can 变成Yes she can 就是she指的是贺锦丽 他是大赞贺锦丽 京剧联发 他说不要虚别人 要去投票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 就重现了2008年 Yes we can的这个京剧热潮 然后还强调说 贺锦丽才是最适合 进入到白宫的领导人选 那另外 Michelle Obama也有讲 在演讲当中 他其实对于川普 进行严厉的批评 指控他利用什么恐惧 分裂仇恨来操控舆论 提到川普跟这个 对他还有欧巴马的言论 他强调说 川普是一个非常 视野狭隘的人 而且呢 对于这种成功的黑人人士 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友善 那所以现在贺锦丽 真的是声势很好吗 来看一下 川普的股价的影响 因为看起来 他的True Social的经营 股价是连日的下挫 已经连去了 八个交易日的走跌 还创下今年三月底以来 这个上市以来的新低记录 那现在目前预测网站 看起来 贺锦丽是从底下 这个他当时呢 川普遇刺的时候 他的胜率是高达了69% 在这个红色的这个顶端 69 然后那时候的贺锦丽 只有13 对比现在只有13 但现在却是反转过来 贺锦丽的胜率已经到了56 然后川普胜46 所以这样看起来 已经是翻盘了 连这个现在共和党 也开始要展现团结的气势 就是这个小甘乃迪 小萝卜甘乃迪 也说要退选 然后来支持川普 可能要团结一下 看看能不能跟民主党 再继续拼下去 我们先来问一下 杰老师怎么看 这个最近正好 民主党来开大会 这个气势很强 他那个现场 真的是高潮迭起 因为这些讲员都真的很棒 讲员讲得非常好 都是非常会讲话的 包括贺锦丽的丈夫也上去讲了一段 讲得很成功 我觉得他也是律师出身 然后他也是犹太人 然后把贺锦丽形容成 一个非常好的家庭主妇 跟他这个 他前一阵 这个婚姻的 那个小孩最好的妈妈 形容得非常感人 那其他的像这个 我觉得像这个 秘雪儿 哇真的就讲的内容 实在是你会觉得 怎么会是他没有当总统 他那个先生当总统 因为他先生一上 因为他讲完以后 他先生上去 奥巴马上去 他就说 他说只有这个 他说没有人 会勇敢着 在他太太讲完话以后 再上去讲话 后来我听到 那个奥巴马自己本人讲 讲到一半我就转台了 实在是跟他太太讲的 没办法比 那可见就是说 这个名嘴汇集 这个现场真的是气氛很高 那他也刻意制造 民主党代表的一个什么 他这个少数族裔 代表什么 弱势 代表中产阶级 代表 这个所谓的进步价值 他不断在 可是呢 他们提到贺锦丽的部分 一直要往他捧 往他捧 把他说 只能说他在加州 做了什么事情 大概其他都找不到 什么具体的资讯 所以呢 事实上他在加州的时候 就是他对罪犯 对这种罪恶 他是怎么讲 他是非常不手软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所谓的 检察长 州检察长 检察官出身 这个既恶如仇 然后出手怎么讲 让这些恶人 都没有办法打 其他都没有了 可是我觉得他们 所有人讲 从这个 不管是 今天是 Hillary Clinton 还有Clinton本人 Obama Michelle Obama 他们在讲的时候 都有一个很重很重的重点 就是攻击川普 然后他们对川普都深恶痛绝 所以我觉得好像看起来 就是说赞扬赫锦列部分 还不如他们最好 来数落 来攻击 来抹黑 川普 那个内容 来的 来的 来的比重大 而且获得下面的掌声的多 也就是说这场 这场选举就变成就是说 我觉得最后 就是说 美国选民对川普的 这个所谓的恶感 所谓的他的这个 所谓的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受 就是说 就是说讨厌指数 的多寡而定 就是说 你到底有多讨厌川普 然后有多少人讨厌川普 这时候决定这个选举 所以川普的这个正义 你跟川普讲说 你少在骂人 你不要再 不要再这个 嘴巴这么犀利 你要把 把怎么样 你要改变一下形象 要讨喜一点 你要讨喜 另外你要端出一些牛肉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还有七十几天 这个选举的重心 还在不断的 还会在转变 那么第一场变动 好像九月十号 对 这一天我觉得是 蛮值得期待的 好 请教杨老师 我们这边提到 中美之间 在不管是间谍 还是无人机的 这个战略攻防 可是各位 今天下午 8月22号下午的一点半 美国第七舰队的 伯克级驱逐舰 叫做Ralf Johnson 穿越过台湾海峡 然后呢 东部战区的军舰 解放军 这边就全程监控 那我们看到在X上面 第七舰队发的 这个Johnson 穿越台湾海峡 是说 是要展现 就是从海峡之间的航行自由 跟飞越自由 所以 最近其实 美国军舰和外国军舰 穿越台湾海峡 真的比较少一点 所以我觉得他也不是单纯 来刷存在感 那可是呢 真的比较少 可是在他的这个 谈话当中呢 声明当中 他没有提到说 为了支持台海和平 所以在过去的常用的语句 跟现在不一样 那接下来 还会有两艘 德国的军舰 会不会也穿越台湾海峡 现在还不知道 德国的军舰的舰长 在前天接触访问 他说还没有接到 这样子的指示 不过再往亚洲开 意大利的航空母舰也要过来 但他当然航空母舰 不会穿越台湾海峡 那尤其是外国的 所以这个是 在台湾海峡 我们又看到中美之间 的这个军舰的这种对峙 那在贺锦丽这个层面 这几天 不管是全国性的民调 还是关键州的民调 贺锦丽大概都领先 但是都没有领先到3%以上 所以他的这个蜜月效应 跟他的 就是说这一个月 我必须要讲 这很不容易 7月21号拜登才退 到现在8月21号 美国时间 一个月 他就完全的超越 有一点逆转的感觉 但如果这个市一直下去 那当然他有机会赢 机会还不小 那这个市能不能维持下去 那几个考验 两大考验 第一个 你要端牛肉出来 你的政策 而且不要再讲 我要盖300万间房子 我要提供给首购 组美人25000块美金 这跟台湾政治人物一样 八乐票谁都会开 那你觉得美国选民会相信吗 马上就被华正的油炮批 所以你要端牛肉出来 那然后呢 你要去辩论 那我觉得他口才一定不会差 只不过要展现出 他对于政策的掌握的熟悉度 美国的媒体跟台湾媒体真的不一样 还是会看你这些政治领导人 就是说他还是有立场 但他的立场还是要看你 是不是能够足够 能够担负这个国家大任 对不对 那贺琴力是不是有这样一个 能力展现出来 这个是对他的一个考验 那当然 他的性别 很多人忘记了 他如果当选是美国第一个女性总统 而不是过去的希拉蕊 希拉蕊一度要有这个机会 对不对 然后呢 他的种族 这个因素 那可是刚才提到 像是这一次整个大会 那大家都来骂川普 那川普就自己发了一个函 那我好像他们这一次一直骂我 骂我总共已经有271次了 可是他们提到经济有几次 12次 而他们提到边境的问题有几次 0次 一个共民主党的党代表大会 要支持总统的 从拜登到就是各个参议员 Perossi Nancy Perossi 到两个我爸妈上去 没有讲经济 没有讲边境 所以你就看 接下来政策的问题 辩论的问题 我觉得会使得风向 很快的会出现 比较更为明朗化 好 陷入幽浮的恐慌之中 然后日本的初云浩 也说被无人机监视 我觉得有没有被解放军的无人监视 应该不是解放军 但他确实是被无人机入侵的 大家要知道 当我假如说要征收情报来讲的话 我让你看到的话 那就太low了 对不对 我如果无人机飞往那边 用一个很简单 那实际时代的征收方式 现在来讲 我相信一定有更科技 有更先进的征收方法 我们试讲一下 如果说是我今天要监视你初云号 我如果说要去看的话 我干嘛要用无人机过去看 我大大方方的 等你这个可以登舰参观的时候 我就到你军舰上面去看了 那卫星上面 也可以看得到你的航机轨道 但是我说了 这个解放军会不会去监视 当然会去监视 他用什么方式监视 是你看不到的 我们知道情报上面来讲 我们除了情报之外 有很多种手段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 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还要有监视 还要有监控的能力 就我随时随地盯到你 那现在如果说是 解放军以他现在的科技来讲 他可以用一种仿生鱼或仿生鸟 那仿生鱼仿生鸟很小 你根本外表看不出来他的大小 你不注意看 你只是一只普通的小鸟 或者是一只小鱼 那他用这种监视器来讲的话 他不是征收的 他也没有声音 他就贴在你的军舰上面 对不对 他飞到一个位置 你不注意到的地方 他贴在你的上面 然后每天发出信号出来 就告诉你说 我现在军舰在什么位置 我这边就可以接受到 随时可以掌握到 你这艘军舰航向什么地方 那如果说是像这个 潜艇来讲的话 他可以利用像这种仿生鱼 这种监针的系统 监视跟侦察系统 我贴在你的船身上面 然后随时你这个方式信号出来 我随时可以掌握到 你这个军舰舰舰置形作